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打赏支持 美联社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推出了一则报道,8月16日已经刊发出来 这则报道就援引了包括对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26岁的无欢的采访 再加上过往信息的比对相关资料的汇总就指出一个可能性 即中国很有可能是在海外设有秘密的拘留所或者所谓的黑监狱 无欢是重庆小伙子王静瑜的未婚妻,两人目前是在荷兰 美联社的这则报道引发了普遍的关注 因为无欢的指控就有可能是中国在海外设有秘密拘留所的第一例的证据 无欢是实名来披露或者说来指证 目前中国方面阿联酋方面官方都否认有这样所谓的秘密的拘留所 或者是黑监狱 关于无欢的说法,我快速的做一个概括 然后您可以听到我对王静瑜的一个专访 王静瑜就谈到了他们两口子在海外的一系列的经历 王静瑜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又独家披露了一些新的信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来听一听 无欢的说法,他在5月27日下榻的迪拜的旅馆就遭到了中国官员的盘问 然后被迪拜的警方带到警察局关了三天 在第三天的时候,他被自称来自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人带到了迪拜某一处 一栋三层楼的白色别墅 无欢就看到他的肩房有一个沉重的铁门 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盏24小时开着的日光灯 无欢还告诉了美联社 曾经就有人好几次是用中文盘问他,威胁他 他说他在等着上厕所的时候就碰见了另外一位被拘押者 是一位维吾尔的女子 后来无欢还听到了一位维吾尔族的女子用中文高喊 我不要回中国,我要去土耳其等等 无欢就特别提到 他可以从特别的相貌以及口音上确认 他们是维吾尔族的女子 无欢的说法再加上美联社的这一篇文章就引来了西方媒体 包括海外中文媒体的普遍的报道 因为这个消息如果说坐实的话 就证明中国的长臂影响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 至少是说在阿联酋这样的国家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在海外拥有所谓的黑监狱系统的国家 那是非常少的 华盛顿邮报在十几年前 2005年就曾经披露说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以及东欧的部分国家 设立有所谓的黑监狱 关押和审讯基地组织的嫌犯 所以可以想见 如果说这一次中国在海外的黑监狱果真是坐实的话 中国方面毫无疑问 会因为人权问题 比如说对于新疆维吾尔人的这样的一种限制 包括对汉人的无欢在内的这样的一种限制 也会遭受到舆论的普遍的批评 以下就是我对王静瑜的一个连线的内容了 考虑到美联社多次采访中国的外交部门 以及相关的官方没有得到回应 所以我也没有发邮件给到中国的外交官员们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来谈谈你的看法 8月16日美联社的最新报道 其实是只有重点透过无欢的一个讲述提到了 中国在阿联酋是很有可能设有黑监狱的 或者是小黑屋的 指的是临时关押和审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现在媒体都普遍的关注 那么能不能你有没有和了解相关的一些细节 或者说看了美联社的报道 因为你在推特上也转载了 你觉得有没有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再补充的 因为这个黑监狱不是我本人经历的 所以相关细节性的问题可能我没有需要补充的 但是我就想针对这个事件 首先就是我得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首先这个黑监狱它是事实存在的 这个东西怎么讲 无论中共当局极力去否认 或者是阿联酋当局以沉默来做这个回应 它都是抵赖不了他们有黑监狱的这个事实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首先就是我女朋友是拿得出证据的 美联社也提过这一点 不是说她一个人拿着嘴巴就这样讲 那么我也相信如果我女朋友 她拿着嘴这样呱呱呱这样讲 美联社也不可能发这篇报道 因为美联社是一个 至少在我看来是特别有公信力的一个媒体 它与某些公共媒体不一样 它不是说那个拿着文稿就这样写 它不是说像某些公共媒体 你今天发生的事情 它马上就给你出一篇新闻报道 美联社为这个事情调查了 前前后后一共有两个月 所以它既然能发这篇新闻稿 那么就至少能够证明 这个事情是可信的 是有可能存在的 美联社的报道中也提过 我女朋友有一些证据 至少能够证明 她所言不虚 就是她不是在胡说 特别是我女朋友提供的一个 她跟这个中国外交人员的一个录音 这个是最强有力的一个证据 包括就是那个当时她在黑监狱里面 中国领事馆给她提供的SIM卡 就是一个电话卡 让她给父母师 夫妻丘牧师 还有给我打电话 这些都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我也相信 其实阿联酋当局只需要去查一下 这个号码的所有人是谁 就能够正向大白 这张SIM卡是 阿联酋本地的卡 不是吴欢自己中国卡 对 是一个阿联酋本地的号码 杜拜当局只需要去调查一下 这个号码到底是谁 登记在谁名下的 这个东西就正向大白了 为什么杜拜当局不愿意去做了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号码是怎么回事 你提到了一段录音 是那一段大概是五十几秒的录音 前面听不清楚 后面就有人在问吴欢 他是不是在旅游 是这一段五十几秒的录音吗 是这一段一个难得支撑什么什么局的 然后问他 说为什么我被抓 什么东西去了哪些国家旅游 是不是正常的国家旅游 这些 就大致就是这一个录音 但是有一分多钟应该 对 你们是去了哪些国家旅游 对啊 这些旅游就关了吗 这每一次都在国家 你从这边关了 中军委出发的 中军委出发的 就是在哪里啊 我们都记不得 这个录音中的那位男性 因为我有这个录音啊 这个那个男性 是不是自称 叫做李续航的人 这个吴欢 有没有跟你提到 不是 这位男性是中国驻 杜拜总领馆的一个人员 他不是李续航 对 因为在接受美丽航采访的时候啊 吴欢就特别提到了 有自称 朱阿联酋总领馆李续航 这样的一个人物 吴欢提的这个李续航 是指的 他把吴欢从 这个警察局的拘留中心 拘留中心 在那个里面 他去审问吴欢 并且把吴欢带到 这个中共这个黑监狱 是这么一个过程 有李续航的介入 就是在酒店 到警察局的这个过程中 是没有李续航的介入的 对 这个李续航 到这个 就是关押 我女朋友的这个警局 巴尔杜拜 Polestation以后 他有自己介绍他自己 他说我是谁谁谁 他是什么职位 并且对我女朋友开始了审讯 就说 你是不是收受了 境外 这个访华组织的贿赂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女朋友就记得住 这一个名字 因为他有自我介绍 所以根据你女朋友 告诉你的说法 李续航 他自己介绍了 他的身份 就是中国驻 李续拜总领事 是他自己介绍的 对吗 对 所以吴欢 你的女朋友 未婚妻就记住了 他的这个名字 对 所以你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 中国在阿联酋 是设有这样的 所谓的一个黑监狱 就是临时关押审讯 中国人的地方 包括汉人 像吴欢 包括一些新疆维吾尔族人 对对对 那是一定设有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尽管中国的官方 是否认的 然后阿联酋官方 也保持沉默 阿联酋官方 他原本是保持了沉默 但是今天 当我发推之后 阿联酋官方这边 紧急的进行了回复 他们否认了这个事件 然后美联社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你从哪里看到的 美联社现在也已经 把这一部分的消息 加上去了 阿联酋的警方 以及这个 新闻媒体办公室 今天紧急进行了回复 就是在我发了推特之后 他们进行了回复 他们的态度是 他们的态度 警方否认 都是否认 警方的态度 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并且他说 这个我的未婚妻 已经于三个月之前 和他的两位朋友 自由的离开了阿联酋的 那个国境 这是警方的一个回复 没有这个事情 指的是他们否认了 黑监狱的存在 对 并且他说 我的女朋友 在阿联酋 一直都是自由的 并且他们还特地指出了 三个月前 和他的两位朋友 自由的离开了这个国家 也就是 这个福西区牧师 派来营救的 两位美国朋友 自由的离开了 阿联酋的国境 这是迪拜警方的一个回复 那么现在 美联社这个报道上面 也加上去了 好的 那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还没有看到 那你 这个看法是怎样的 这个嘛 其实要说 因为我刚才有个最新的推特 大概是两个小时之前发的 我这个推特当即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迪拜 无论是警方 还是新闻媒体办公室 他们都毫无公信力的 他们是撒谎成性的 他们这个说法 是不足以为性的 就从上一次 这个迪拜的这个新闻媒体办公室 在回复美联社采访的时候 就从这个事就能看出 他们没有任何公信力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回复 完完全全是一派胡言 是撒谎 并且如果你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我之前有看到 美联社的报道中有提到 他们多次联系了阿联酋的多个部门 他们都拒绝对此进行回应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回应呢 那么为什么我自由了以后 发了退以后 马上他们就来回应 他说对对对 怎么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这就更能看出这个阿联酋 做贼心虚 现在想来靠这种胡搅蛮缠 想来靠这种强识夺底 就想把这个事情给沉默下去 就想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 这是不可能的 对 那么接下去 我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问题了 王静宇 那么在我的印象之中 中国的外交部首次谈到 中国官方有介入到你的情况 是在5月31日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呢 中国的主管部门正在依法调查处理有关案件 是在印度媒体记者提到你的相关的案件的时候 所以中国的官方部门 比如说中国的外交部门 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无欢的海外经历中 到底他介入的程度是怎么样 有没有介入 那你能不能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来介绍一下 我可以说中国的外交部门 甚至一些公安的部门 或者是国安的部门 是有很大程度的介入 而且这种介入 他们一定是付出了 不管是从经济 还是从政治角度付出了很大的成本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首先中共在对我和我卫空气的迫害 这两个事情上面 不是在某一个国家 而是在几个国家进行的 他们也是一定有介入的 而且他们介入的程度是非常之大的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个也是有一些证据所扶持的 不是说一个那个凭空的一个想法 对 能方便的情况下 哪一些例子能分享一下吗 那么首先我就从我在迪拜被捕的这个事情讲起 在迪拜被捕呢 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可能网友吧 就包括自由亚洲 他们之前有一篇新闻也质疑过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单纯的刑事案件 还是说是有这个政治介入在里面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杜拜 他莫名其妙把我给释放 以及这个迪拜那个新闻媒体办公室 在当时回复美联系的这个采访的那个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一定是由中共的勾兑 甚至是中共一些高层的介入 他们才会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讲呢 首先如果说我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那么阿联酋当局一定有我犯罪的证据 如果我真的犯了罪 那个不用说什么媒体介入 就真的是美国国务院介入 他也不会放人 你犯了罪就得受罚 那么为什么一有媒体介入 他就把人给放了 并且他们那个迪拜的那个新闻媒体办公室 第一次答复美联社 他说我是因为没有副酒店的账单被捕的 并且否认了我侮辱那个伊斯兰宗教的指控 那么当这个美联社记者出事了 这个迪拜检察院给我的那个 那个叫case information 案件信息之后 他们马上又改口了 这就充分的说明了 这个迪拜对我的抓捕就是一个滥捕 就是有目的的抓捕 那么我本身跟迪拜没有任何纠纷 他也我也 虽然我多次去这个国家转机 但是我也没怎么去这个国家旅游过 就是说从政治上 从宗教上 我跟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冲突 那么他冒着这样的风险 他冒着可能会引起国际舆论的风险 把我给抓捕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那么目的只能是把我送回中国去 并且这个中国外交官 三次前往这个我关押的地方 来对我进行那个探视 并且这个要求我签字 准备把我送回中国 这一切都能够证明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门 以及其他的相关部门 还有中国的驻外使领馆 一定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参与这件事情 那个土耳其 我就出去吃了个早餐 我护照被偷了 那个人人都知道 中国护照免签的国家 那去玩一圈都没命了的 那对中国免签的国家 都是什么阿富汗 伊朗这些国家 那么没有人会去 跑到你房间里面 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偷一本护照 如果是一个 就普通的小偷 就如果我们把它看作 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他一定会偷现金 他一定会偷手机 因为他 他至少把我手机偷了 他还能卖个几千块钱 那么他为什么偷一本 没有任何作用的护照呢 那么显而易见 这个肯定也是有中共的参与 并且在后来 这个护照失而复得 再通过这个细节 再通过这个酒店 Security Manager 他告诉我 这个护照是从很远的地方 拿过来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 这个是中共的所作所为 然后包括我到乌克兰以后 我推特有发过一个推 就是我之前在这个 杜拜 就是他们没有还给我的 那个物品 其中有一个苹果的电脑 就是那个MacBook 在我到达乌克兰之后 这个电脑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土耳其 对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土耳其 还给你了 没有还给我 因为那个时候我人已经在乌克兰了 至于为什么这个电脑到土耳其了 那么我觉得也只有中国当局 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出现在土耳其了 因为我的那个电脑 因为就是他们释放我的时候 没有还给我任何东西 然后只给了我手机 那么那个苹果有个功能 叫Find My Phone 就是那个Find功能 就是那个查找功能 我就直接把我所有 就是还在那个迪拜那边的 那个设备全部给他上锁了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我的这个设备 再被打开 他就会自动给我发邮件 报告这个设备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间我记不太清楚 但是我推特有发过 我到达 我已经是到达乌克兰之后的几天了 这个苹果就是Apple给我发了email 说我的电脑在土耳其出现了 那么这个行为谁能干出来呢 只有中共能干出来 因为阿联酋它没必要 他何必把我电脑还派个人 给你送到土耳其去了 对吧 那么在荷兰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让你又感觉到可能中国的影响力的存在 因为你在荷兰差不多也是一个月了 荷兰其实相关的例子蛮多的 然后公共媒体也报道了一些 就是已经被报道的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报道的 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荷兰 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太方便讲 所以我就讲一下已经被公共媒体报道的一些细节 美国之音应该是第一个报道 就是我和我的未婚妻被单独关押 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因果顺序的 那么美国之音也没有把这个报道出来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在他关押我们的前一天 对话援助协会的福西丘牧师 告诉我这个美联社的一个记者 需要跟我沟通一下相关的信息 所以他给了我美联社这个记者的电话 因为那个记者 他跟我这个地方有比较大的一个时差 所以我就准备第二天给他打电话 那么到了第二天 我还没有去打电话 就被他们给关押了 对就被他们给关押了 被单独关押了 没有任何原因 然后我们被关押了以后 首先我就给邱家军老师打了电话 第一次我去问这个Security 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单独关押 他告诉我们是安全原因 第二次我问他们 我说你为什么要单独关押我们 他说是因为COVID-19 他说是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 所以包括我看河南的这个移民局 他在回复美国之音 他讲的什么 因为疫情单独关押 这个都是完全是胡扯的 一派胡言的 因为我还有一个背景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就是那个 就是出现单独关押的那一天 已经是我们到河南的第二十多天了 就是我们在进入这个拘留中心之前的十天 是已经有隔离措施的 也就是说我们到达河南之后 首先会进行十天的隔离 然后才会把你送到拘留中心 并且你的那个COVID-19 test 要是negative 他才会给你送到拘留中心 所以根本就排除了什么所谓的疫情原因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隔离 所以他移民局的这个回复完全是张不住脚的 那么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一定有中共的勾兑 否则的话他河南移民局没有必要说 这样来对吧 来把你关一个小房间里面 甚至还叫一些这个security来骚扰你 甚至说一些这种比较粗鲁的话 我觉得河南他自己没这个必要 当然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就是我只是讲我能拿出证据的 就是有些东西我拿不出证据 我只是猜测的 我就不去讲 最后一个问题 王定宇很多海外的朋友 华人朋友 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 也很关心你未来的一个去向 能不能对关心你的朋友们说几句话 未来的去向暂时还没有一个更详细的打算 因为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要面临的 包括接下来所要面临的 所要完成的事情也比较的多 那么我个人呢 包括我的未婚妻 我的女朋友 这个吴欢 我们还是倾向于 就是去一个真正自由 能够保护我们安全的国家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现在在这边申请庇护 所以这个东西 对吧 有些东西不是太方便讲 对 好的 以后还会批评中共吗 那肯定会的呀 那个不批评中共我的良心都过不去呀 就是只要你觉得他们有做错的地方 你肯定还是觉得你要仗义之言 那是肯定的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岳哥 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 多关注 多订阅 多打赏支持 过往我在中国大陆 以及海外的机构媒体 担任过多年的记者 编辑 高级编辑 特约记者等等 所以很愿意 我也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 和朋友们多交流 有请朋友们 多多支持 让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